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9月2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关于孙政才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 决定给予孙政才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根据中央巡视组巡视和中央纪委 政法机关查办案件发现及群众举报反映的线索和证据 2017年7月14日 中央决定将孙政才调离重庆市委书记岗位 由中央纪委对其进行纪律审查 开展组织谈话 7月24日 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 由中央纪委对孙政才立案审查 经查 孙政才毫无理想信念 背弃党的宗旨 丧失政治立场 严重践踏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和群众纪律 讲排场 搞特权 严重违反组织纪律 选人用人为亲为利 泄露组织秘密 严重违反连结纪律 利用职权和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 本人或伙同特定关系人收受巨额财物 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巨额利益 收受贵重礼品 严重违反工作纪律 官僚主义严重 慵懒无为 严重违反生活纪律 腐化堕落 搞权色交易 其中 孙政才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 并收受财务问题涉嫌犯罪 审查中还发现孙政才其他涉嫌犯罪线索 孙政才的行为完全背离了党性原则 严重违背了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 辜负了党中央的信任和人民的期待 给党和国家事业造成巨大损害 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2017年9月29日 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纪委 关于孙政才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参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 决定给予孙政才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将孙政才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及与其开除党籍的处分 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简历 孙政才 南 汉族 1963年9月生 山东荣成人 1987年5月参加工作 198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 农学博士学位 研究员 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0-1984年山东来阳农学院农学系农学专业学习 1984-1987年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北京农业大学作物栽培与耕作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7-1993年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作物所玉米研究室副主任 其间 1991.01-1991.07英国洛桑试验站访问学者 1993-1994年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土肥所所长 党支部书记 1994-1995年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副院长 1995-1997年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党委副书记 常务副院长 主持工作 1990-1997年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 获农学博士学位 1997-1998年北京市顺义县委副书记 代县长县长 1998-2002年北京市顺义区委副书记 区长 其间 2000-2001年中央党校一年至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2002-2002年北京市顺义区委书记 北京市委常委 顺义区委书记 2002-2006年北京市委常委 秘书长监事职机关工委书记 2000-2003年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班法学理论专业学习 2006.05-2006.07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2006-2009年农业部部长 党组书记 2009-2010年吉林省委书记 2010-2012年吉林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2-2017年中央政治局委员 重庆市委书记 吉林省委书记 指2012年11月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指2013年1月 2017年中央政治局委员 2017年7月24日 据新华社消息 鉴于孙政才同志涉嫌严重违纪 中共中央决定 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